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阿航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我的電腦了 那差不多在今年6月份的時候 我陸陸續續收集了一些零件 終於在12月份的時候可以開箱這台完整的電腦了 首先先從機殼將氣 老實說我一直在尋找一款前版三風扇 還有側邊都是透徹的玻璃 以及整台都相當富有設計感的一個機殼 而庫格美洲斯的Panzer EVO RGB 就完全符合了這個條件 所以呢在下非常不要臉的寫了一封信 去詢問美洲斯 而他們也非常阿沙迪願意贊助這整個機殼給我 那我現在就來跟各位介紹這款機殼吧 那為了拍攝方便呢 我就把所有的玻璃面板給卸下來 整個機殼的玻璃螺絲都可以用手輕輕的拆卸下來 而且它很貼心的是 在側板這個地方保留一個凹槽的設計 讓我們在搬的時候可以直接用手這樣伸進去把它搬出來 還蠻方便使用者來做一個拆卸的動作 蛤?你問我為什麼要拆玻璃 因為就是不想讓你們看到肥在我啊 前版部分呢有兩個USB 3.0 麥克風孔耳機孔 還有一個USB 2.0以及Type-C 都2018年了就是要有一個Type-C的孔啊 下方這邊是電源鍵 reset鍵 中間的地方有美洲斯大大的Logo 在這右邊呢是三段式的風扇調整開關 這個設計真的很方便 可以讓你快速的控制風扇的轉速 我真的超級喜歡這個設計啦 那在下方閃爍的是硬碟燈 然後在這個地方也是可拆式的耳機掛勾 再來這邊就是原廠的三顆12公分的環形RGB風扇 那原廠機殼呢在後方也是使用這種環形的風扇 不過後來呢我是自行改成了活尿的風扇 接著來讓大家看一下這個機殼的燈光 它除了好幾種的恆亮燈光模式呢 還有超多循環的變色模式 我真的完全數不清楚 它到底有幾種模式可以用啊 功能真的是太多了 豐富到我每一天都可以選擇不同的模式 而且完全看不膩 不過我真的也沒有想到我有一天能夠使用遙控器 來控制機殼的燈光 真的是太瞎趴了 而且這個遙控器收發的訊號超級強 經過我測試之後好像只要在2公尺內 不管你用什麼奇形怪狀的角度來按 它的訊號都可以收發的到 完完全全滿足了我這種燈光控的玩家啊 而在前板和上置的部分 原廠都相當貼心的附贈了這個磁吸式的濾網 說到這個前板的風扇呢 我有整個將它向後改裝 讓風扇和玻璃的距離更遠 換取更大的進氣量 因為它的鎖點和空間設計 好像就可以讓使用者做這樣的選擇 看你是要走靜音取向還是進氣取向 那像我們這種遊戲類的Youtube 常常要開實況跑大作和轉檔 所以呢我一定希望進氣量越高越好 所以最後呢我就把風扇做成這樣子的改裝了 再來是機殼後板的設計 它可以放置4個2.5吋的磁碟 還有2個3.5吋的磁碟 因為它磁碟這樣子的設計 讓整個背板整線的空間超級深 這個機殼後板真的是我這幾年看到最深的空間了 像我這種超級亂七八糟的整線 我就隨便亂塞 玻璃也可以輕易的蓋上去 不得不說現在機種的設計越來越人性化了 都知道玩家會使用到非常多的線材 而這個地方就是美洲斯的風扇控制器 我覺得它非常令我佩服的是 它竟然是用磁吸式的設計 讓這盒子可以快速的拆卸還有安裝上去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機殼上方 我這邊是安裝了兩個CPU水冷的風扇 它的水冷排是安裝在機殼內部的 那當你沒有使用這種水冷的時候 你也可以用磁吸式的濾網 直接給它蓋上去 來達到防塵的效果 再來是機殼內部的部分 在前方使用了一個開口式的設計 可以讓前板風扇的風帶到後板進行散熱 再來是機殼上方的部分 最高可以支援36公分的水冷散熱系統 而我自己是裝了24公分的KUMA水冷散熱 再來是機殼下置面板的部分 我貼了很多ROG的貼紙上去 我就說我是個ROG的愛用者了嘛 ROG 看到了嗎 我覺得它這個下置設計非常聰明的是 它是可拆式的面板 無論是在組裝的過程 還是使用者日後要進行一些埋線的動作 都非常的方便 機殼內部的四周 我放滿了火鳥光模燈條 在燈光的點綴之下 整個機殼感覺活起來了 而在機殼外部四周 都採用了鋼鼓式的設計 帶給使用者一種強壯的氣息 而四面熏黑的強化玻璃 讓質感更上一層樓 整個機殼無論是擴充性還是改裝性 都能夠滿足玩家的需求 CPU的部分是使用Ryzen R7 2700X 目前被隨便擋住了 暫時不能雁名震聲 不過再過四個月 新的Ryzen就要發布了 希望到時候患昏病不要發作啊 記憶體部分是使用了 970 EVO 250GB 最近不論是我自己還是朋友的電腦配單 我都是使用這顆M.2 PCIe SSD 主機板的部分呢 我使用了華碩的ROG X470 C7H 嗯對拉不到工商 我 我就自己買嘛 第一次上到了英雄版 最顯眼的就是右上方的狀態指示燈 其顯示的代碼 可以讓玩家很容易了解到 目前主機板的狀況 比較可惜的是右下角的敗家之眼 被超厚的顯卡給擋住了啊 在後版的部分有超多USB孔 像我這種給吸超多的玩家 果然也只有C7H能滿足我了呢 再來是我們今天最貴重的顯卡 OROS RTS 2080 TI 遊戲效能當然不在話下 但是這三個月以來 20系列的顯卡飽受了雪花瓶之災 有非常多的使用者都遇到了問題 很明顯就不是個案 我在11月初的時候拿到這張卡 我現在每天按照三餐祭拜買顯卡送的 OROS英神 目前頭好撞撞使用中 希望它能正常服役到過寶啊 再來下面的顯卡支撐架呢 是我在蝦皮找商家客製化的 看著自己的LOGO在電腦發光 真的是有一種奇妙的感覺 也讓整台電腦變得非常有識別性 不過後來我發現顯卡支撐架的支點 對2080 TI的支撐性不是太好 所以我又在蝦皮找到了這根幻光柱 比較可惜的是它不能跟主機板同步 只能用遙控器來進行控制 我真的想不到我現在竟然要用兩個遙控器 來控制這台電腦啊 接著是遊戲測試的部分 首先是GTA V 我們就把解析度直接開到4K來測試吧 效能一樣也全部開到最高 等這一刻真的等了好久啊 在4K解析度之下 FPS平均有80幀 在開著戰鬥機的場景 FPS也能達到100多幀 顯卡的溫度大約是73度 CPU部分則是76度 哎呀看來有空是要來錄製一下4K的GTA給各位看看了 再來是刺客教條奧德賽同樣把解析度開到4K 畫面品質全部都開到最高 在測試中可以看到FPS高低起伏非常大 奧德賽果然是今年的效能怪獸級遊戲 而最後平均FPS只有49幀 我實在是不太甘心 最後還是把解析度調到了1080P 再跑一次測試 果然FPS超過60的奧德賽 看起來又更加美麗的和舒服了 最後出來的平均FPS來到了68幀 有趣的是和剛剛4K結果相比 最低FPS還比4K解析度低了三陣 UBI的優化真的是要再加油一點啊 接著是我最期待的戰地風雲5 由於沒有測試模式 所以就直接開序章來玩 在1080P解析度不開光線追蹤的模式之下 FPS平均有90陣 而打開光線追蹤之後 平均FPS大約就只有60陣 最後來比較一下在火焰的部分 在光線追蹤之下畫面的確是有漂亮了一點 不過我不知道在經過錄製和上傳Youtube之後 能不能看出差別就是了 接著是影像匯出的部分 我跟之前的影片一樣 都拿同一個專案來進行匯出 最後15分鐘1080P的遊戲影片 是以9分52秒匯出完畢 真的是我三部電腦開箱下來 匯出最快的成績 再來是燒機部分 在AIDA64能開的全部都打開 進行燒機10分鐘 CPU溫度來到了8攝度 你有預期的溫度還要高了一點點 不過我聽說AIDA64在Ryzen CPU的溫度會稍微有些誤差 所以大家都當作參考就好 而其他零件像是主機板溫度只有36度 硬碟更是只有29度 看來Panzer EVO RGB這個機殼 散熱性能真的非常厲害 而最後該測試的都測試完畢之後 就是該把電腦膜全部撕掉了 還記得在上一次開箱的時候 有好多觀眾都問我為什麼不撕膜 既然你們這麼想看 那麼我就撕給你們看吧 哈哈哈哈 由於這種透測機殼 需要常常的擦拭來維持乾淨 而美洲獅非常貼心的在機殼裡面 就附了一塊超大的試鏡布 真的是要給他比一個大大的讚 而在影片的最後 我們就播放一小段音樂給大家來看看 究竟ROG的同步軟體搭上節奏感的音樂 到底可以變成什麼樣子吧 我們在影片的下方 我們在影片的下方 我們會再次的影片 兩 undocumented 我們會先把電腦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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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先把電腦膜 讓電腦膜 是可以一樣的 我們會再按一次 我們會先把電腦膜 出現 然後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